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一天提出了倒戈 台湾政坛野火将如何延烧 今天晚上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完全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很高兴在未来的四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 可以跟美国之音的赵婉成小姐合作共同主持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如刚刚这个婉成所提到的 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两个话题呢 包括在两岸的这个交流方面呢 最近似乎已经逐渐的迈入这个政治的这个范围 范畴当中了 那么当然牵涉到政治议题呢 当然两岸是格外的敏感 那么很多的这个政治语言呢 高来高去究竟要如何解读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来讨论的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刚刚婉成也提到了延续这个九月政朝呢 未来这个在国民党还有这个他们的全代会 那么即将也要召开 那么马英九跟黄金平的关系该如何的来观察 也是我们要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呢 也是上个星期我们请到海峡论坛的吴汉吴教授 那么吴汉教授呢 上个星期因为我们海峡论坛播出一个特别栏目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只请吴汉教授用20分钟的时间 跟我们分析了相关的话题 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请到吴汉教授 针对我们上个星期也就是我们今天 所延续的两个话题呢 还没有讨论完的部分 我们很高兴请到吴汉教授继续来跟我们讨论与分享 吴汉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继续的 今天能够继续的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嘉宾 好的非常谢谢博以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合作 同时我们再次欢迎吴汉教授能够来到海峡论坛 我们可以继续把上周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深入的探讨 一起来进行 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 董事长蔡德梁先生 再见欢迎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台北嘉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海内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听众观众啊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有个热线电话 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请您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 00-801-148-940 好我们下面就要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 那么上星期举行的亚太金河会 APEC会议上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两天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上强调两岸间止经不正这样的做法无法持续是不现实的 而APEC期间张志军跟台湾陆委会主任王玉琦互相以直贤来称呼对方 这些都引发了两岸要开始进行政治对话的联想 王玉琦昨天表示两岸官员以往沟通的是扭扭捏捏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跟他互称官贤 对大陆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蔡德良先生 刚刚从我们的开场班里面看到的这些最新的变化 包括互相称直贤 还有通过官方来进行 像王玉琦用陆委会的主任的身份 也跟张志军见面 这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两岸交流了二十多年 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官贤互称 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官方的官贤是非常敏感的 在所有的媒体中国媒体报道里面 凡是称呼到这个说到大陆的台湾的官方机构或者人员 都还要挂引号的 所以这次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现象了 也可以说是历史时刻 所以您来分析一下 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两岸在这个时刻开始就进入了 这个所谓的政府对政府 或者说真的就是说我承认你的治权这样的地步了 是这个目前来讲看起来两岸的这个交流 跟交往已经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也就是说北京比较有信心 那么有信心怎么就是能够进一步的在政治领域上推动 然后进一步的承认你某种情况的治权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讲说只能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整个来讲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宣布 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在APEC会议上当然算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 那么让这个陆委会参与这个协调的工作 让这个王毅奇先生来 然后让这个称呼王毅奇为主任委员 也让王毅奇称呼他为主任 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至于说是不是已经说到了很好很好 或者已经真的走进了这个 这个所谓政治的对话呢 是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会继续 就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走 那就是说从这里就是两岸协商的话 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更圆顺的开始 这就顺便同你刚刚讲的话 就是说这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 谈经济的阶段 要开始谈政治的阶段 虽然说经济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 但是政治方面的话呢 已经可以开始试试互相的水温 好非常谢谢蔡德良先生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在台北的吴翰教授 台湾总统府在新闻稿里面 也针对这次APEC的会议 就讲到说两岸是互相不否认治权 那么国台办的发言杨毅则对这个说法形容的是联想力丰富 但是他并没有断然的否认 所以这种含糊的言辞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大陆确实不否认台湾的治权 而这样的文字来来回回之间 是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吴教授 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讲的 以前大陆称台湾的这个官方机构 或者是直贤都刮影 那同样的一个情形在台湾也是这样做的 那但是台湾做这件事情是在终止动员开乱时期之前 终止动员开乱时期之后 在台湾基本上就承认大陆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所以这交往的从国王会谈20年来 那么在台湾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始终是丢不开的包袱 所以在两岸关系走到从潜水区进到深水区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个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折腾了蛮久的 那么从早期的这个一中个表 后来到这个我们这边提出了所谓特殊国一国关系 一边一国 那么最后大家定调在九二共事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那当然九二共事并不能成为两岸 往前再向前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础 因为就像这个两岸的这个处理两岸事务的这些机关的人员所讲的 从潜水区进到深水区有很多主权的议题 治权的议题都要拿出来讨论 包括过去的几个协议里面有些东西不能谈成 都涉及到这些问题 所以将来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我想这个大陆方面对于如何处理台湾的这个政府的存在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上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怎么样把它弄得非常的圆滑 同时双方都可以接受 而且在一个非常合理的换分 这就是要涉及很多的讨论跟智慧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到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跟我们的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博弈 好的 谢谢完成 那么接下来我想跟两位来宾请教 就是关于两岸的这个定位的问题 事实上是台湾目前热门的这个话题 也就是马总统在今年10月10号国庆日的这个文告当中 也就是致辞当中特别提到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那么这个一些对于两岸关系特别敏感的人士 当然是认为说这是马总统对于两岸关系定位的一个重大宣誓 当然民进党方面也非常的感到这个跳脚与愤怒 像是这个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赵柯建民 他就说如果说两岸关系不是这个国际关系的话 难道是宇宙关系吗 那么我们记忆犹新就是前总统李登辉 他曾经说过两岸是特殊的这个国与国关系 所以两岸如何定位这样关系呢 其实一直都是两岸这个在角力的这个话题 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您怎么看马总统这一次对这个两岸的定位 所谓的不是国际关系 有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定调与突破 您怎么看 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定调 我想这个还有待观察 因为当马总统在这个国庆的致辞里面谈出的这句话 那当然是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 但是将来是不是引起国内的一些重大争议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的一些领导人都已经跳出来了 就说这个是致贬这个身价 那么或者是这个会有四国格这样的说法都出来 但是要看他的这个争议性会不会太大 会不会将来变成在国内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争议 如果是一个很重大争议 就像他们马总统在选举的时候提和平协议 一提出来之后在国内基本上这个我提不下去 所以他就收掉了 那么如果假如说在内部变成是一个说不是国际关系 而现在在现在的两岸氛围来讲 它变成不是重要的争议 那在台湾可能就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论调 那这样的论调其实在早期一中各表的时候 是并没有太大争议的 后来变成争议 其实是后来我刚刚讲了说特殊国与国关系 甚至于民进党执政的一边一国的这样的这个讲法之后 那么在台湾变成了说 那我们是两岸之间是国对国的关系 那可是用不管是国对国关系 或者是内部关系 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定位之后 大家能不能接受 能接受了两岸关系才能向前走 如果提出一个关系 两岸不能接受 国内不能接受 这个还是走不下去 所以吴教授想请问您就是 刚刚两位来宾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一连串的最近的一些两岸的政治发展 您觉得是试水温像刚刚这个蔡董事长所说的 还是中共单方面给台湾在施予越来越大的压力呢 在中共方面来讲 当然在前面几年已经给了台湾很多的利益 包括在经贸上的利益了 那么但是现在来看 对中共来讲 它有一个历史任务 所谓历史任务就是最后 是不是两岸能走向统一 那么在走向统一之前 那当然最起码有些政治上的问题必须去解决 如果假如现在一直停在经贸的议题上面 而没有办法走到政治的议题上面 这个对中共来讲 尤其他的对台工作来讲 是得不偿失的 是好的 谢谢武汉武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请教蔡德良董事长 就是您怎么看待目前两岸 这样的一个相互的高来高去的语言 您刚刚也提到可能是试水温 那么有没有可能也是 其实中国大陆在对台湾施予越来越多的压力 同时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 刚刚这个我们也注意到 马总统呢 他也曾经提到说 他希望在这一任当中完成一个重大的历史定位 您觉得会不会这就是马总统想要做的历史定位呢 是这样 我们知道从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吴伯雄去北京访问 提出一个一中架构 那么你知道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 也提出一中框架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台湾要不要进入这个一中框架或者一中架构 那么我想这个马总统就像我刚刚讲的是 是在试着把这个往前推 因为目前大家看起来二十几年来的这个互相沟通交流 那么从京到镇 由潜水区到深水区也好 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不谈到台都知道台独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么台独不太可能了下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中国的或者是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争取到台湾最大的利益 那么现在大家有个一致的共同点 就是说是不是一中架构或一中框架 这是比较可行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第一个要承认说 在台湾的人都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人 但是是中国人的时候 你怎么样进入这个而不是被共产党统治 而是争取到一个台湾目前最大的利益 在政治上最大的利益 那你说现在是不是在逼迫你 压迫你来这个政治谈判 我觉得并不是压迫 而是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间点 已经说刚才谈的谈了 那么简单的谈完了 现在要进入一个比较重要的 比较关键的东西来谈判 那么这个谈判一开始就要先有一个好的气氛 那么所以呢 我想这个在APAC呢 就让这个陆委会主委来 然后大家互相称呼 因为你要谈判嘛 互相要平衡的关系嘛 那你说你承认我 我不承认你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嘛 所以他必须要在某些地方 他自己也要做调整 那并不是说要来压迫你谈判 据我从这个 不管在美国的这个 北京官方的事也好 或在北京官方的事也讲话 他们讲话就是说 现在应该进入那个地方 可是呢 就是大家要开始谈 可是呢并没有急迫性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那么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也应该非常急切地想要加入我们了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 接电话先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 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 您打电话的话 在我们的号码呢 打进来 从台北方面打进来 我们有一个免费的电话 您的号码就是 100-801-148-940 那么中国大陆听众观众呢 请您拨 400-120-0551 好我们下面就来接听 我们听众的电话了 有关于这个台湾到底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政治的谈判呢 同种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接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请讲 大家好 向大家温厚 简单的说一下 两岸关系 现在已经进入到相容 相排斥的一个地步 相信以后还有两个步骤 一个是相信 两岸要互相相信 然后第三个就是两岸要互相相忍 然后我们这个历史上有一个 这个例子 就是在轮雨里面有直 有量 有多文 胸有地公 两岸一定能够在二十一世纪 完成这个太平洋时代的一个任务 谢谢 好好谢谢 我们下面接着听的是 桃源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请说 这是在国际上的 大陆释出了很好的善意 但是我想 只要在我们两岸的 要在谈条件之前 只要不要矮化台湾的国格 让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地步存在的话 那我想我们的民进党就不会进行的一个反对 那我们现在想请问两位选者是说 如果大陆 大陆释出了这个善意 那台湾的民众是否可以 就是如果大陆释出了善意是矮化了台湾的国格 台湾的民众是否如何接受呢 那如果可以有可以谈论的空间 谢谢 好的 我想这桃源的王先生谈的问题是非常的实际 是不请蔡德良先生您先来回应一下 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那么目前来讲就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既不矮化台湾的国格 那么也能够这个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进入跟大陆的政治谈判能够很有互信 然后能够这个争取到自己的权益 那么这个目前是正在往这个方向进行 那至于说好不好 那还有很多条件需要修正 所以我们再看继续看他们接下来怎么做 好那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您怎么看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 您怎么回答呢 大陆要如何去释出善意 他也要看台湾怎么内部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马总统这次谈到这个不是国际关系 那么在台湾内部就将来会引起一些争议 但是这里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在内部的一些考量他也有一些想法 那么因为民进党在前一两年已经开始谈到 有关两岸关系将来是不是要调整他们的政策 所以既然民进党从这个独立的立场 开始向两岸关系去调整的这个时候 那么马总统这时候提出了说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在两岸关系上面他是有应该是有主导权的 好我们下面来谢谢吴教授 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吉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请说 主持人你好 嘉宾你好 中国大陆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台湾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台湾2300万人当中的民意调查 有90%以上不认同中国 中国也用不着强求台湾 在一个马云九地里是劝着不走打得倒退 马云九以美国马首次的 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湾和中国同意 所以说马云九就是想土 就是想对付着当他这两年半所谓的总统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台湾的吴教授 就是中国大陆说只要台湾同意同意 那个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那台湾要是用那个中华民国这个旗号 提出和中国大陆同意 那台湾也可以这么提 以这个条件和中国大陆来进行谈判 你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好谢谢你 吴教授您的看法呢 您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刚刚李先生所讲的时候 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来跟大陆谈判统一的问题 我想这个基础它就可能不会存在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 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是不是存在 到目前为止大陆还在调整这个关系 那如果假如说大陆能够接受说 中华民国政府是个存在的 那么将来两岸之间如何去向前进一步发展 我想这是有很广大的空间的 那么我想李先生所这个期待的 未来是不是走向统一 我想这个是以后都可以来这个观察的 好我们今天的听众电话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先来接几个听众电话 然后我们看再怎么回答 下面我们请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您好 您还在吗 你好 好请说 在在在 好请说 我觉得统一肯定是有时间保留的 在马下台以前肯定要把和平协议签下来 不然的话后面可能变化又太多了 而且要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个从乌克兰引进的野牛气垫船 马上就要裹下来 一艘船可以运500个人 如果像022引擎导弹提供 照100艘的话 一次可以运5万人到台湾 如果一下子有5万解放军在台北的话 那很多谈判都很容易解决了 所以台湾要珍惜时间 不会永远让你们拖下去 永远让你们省下去 我解放军的武力可能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击败美国了 美国不会来开始 好 我们谢谢这位听众的电话 下面我们来接听台北的余先生 余先生你好 请说 余先生你还在吗 台北的余先生 还在 好 请说 好 谢谢 挺简短的 军事人口各方面 中国都是强强高于台湾 但是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讲 那显然台湾在前面 为什么 1911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的 那这个文化上今天 今天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的善院长 今天还在说 他希望跟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能够共同来沾染 这又明显证明了台湾在文化上 中华民族的文化上远远高于大陆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 这个台湾的问题是国内问题 那民进党一直认为 这个国际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 不是国内问题 也不是国际问题 是什么 就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好的 谢谢河南的韩先生 好 谢谢您 我们下面来接河南的韩先生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请各位简短 韩先生请说 韩先生你还在线上吗 好 河南的韩先生不见了 我们下面来接台中的林先生 林先生请说 台中林先生 你好 请说 简短 人类的历史都是往前迈进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台湾应该定位在东湾的瑞士 东湾的瑞士就台湾 然后像全世界欢迎来这边 欣赏台湾的美景 还有美食 尤其是台湾的素食 是独步全世界的 台湾的素食 环保也好 健康也好 是这样 台湾的问题要解决 可能是浩劫后的问题 也不一定 这很可怕 所以最好台湾的问题 要这样来解决比较好 台湾是东湾的瑞士 东湾的瑞士的定位 好 谢谢台中的林先生 下面我们来接听桃园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还在吗 刘先生 好 我们现在没有进到台 请说 我想这次两岸的会谈是两岸的很好的一个和平的花转 但是我想在大陆一个以这个好几千克的飞带 对着台湾来讲这个是一个受要的威胁 所以我希望大陆的在这个部分可以选使出三役 那大陆使出三役后 我相信台湾一定会使出三役的 谢谢 好 最后我们来接一下台中的这个林先生 请您简短 林先生请说 喂 你好 专案师姐 马总统在讲说是 这是不过不是国际关系 这是很恶劣的卖国集团 因为台湾民政府在2010年 在华盛顿四季九旦 有国务院司法院国安局中央情报纸 五个单位 180位美国关联的见证下 已经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 因此台湾跟大陆本来就是国际关系 他讲的不是国际关系 这是上权入国的事情 所以马英九应该要下台 对不起中华民国人民 而且当为一个总统 还讲的不是国际关系 那你那些军人要干嘛 保护国家 这是很恶劣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是不在乎马英九讲这句话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不称他为马总统 他是上权入国的马英九先生 他讲这个话很过分 好 刚刚是台中林先生 我们现在还有听众进来 我们就再接一个吧 这是台南的王先生 请说王先生 王先生请说 你还在线上吗 你好 我觉得中国大陆那方面 应该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这个是自由民主 跟共产集权的这种关系 中国人民希望过民主自由的生活吗 如果说你们的利益 跟共产党太子党共青团 取冲突的时候 他们的利益 会把你们的利益给牺牲掉 所以说中国的人民应该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这种关系 我们要联合世界自由民主的国家 来摧毁共产党一党专政 那个无产阶级 那不神论 谢谢 好 我们还有听众 不过我们想台中的林先生 您稍微等到第二个 我们的话题继续来参与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华盛顿的现场 蔡德良先生 刚刚的我们的听众观众反应非常的热烈 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那么讲起来的话就是有人认为这是好的环境 可以继续往下走 有人认为就是根本不行的 上权入国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是中国大陆真的准备 要把两岸关系推向开始这个政治协商 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台湾还没有准备好吧 是 这完全正确很多人都知道说 这个台湾根本还没有一个共识 你怎么跟大陆谈 那么其实呢 现在大部分整个国际上来有个共识 就是台独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 民进党也已经开始往这个 调整这个台独这个方向 怎么样调整民进党对大陆的政策来走 其实他们也是往 非台独的立场来讲 那么所以呢 整个来讲的话 大家是希望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 就像刚才很多很多这个 听众观众就讲到说 军事行动啊什么的 那么目前来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呢 当然两岸都不希望有军事行动 都希望和平发这个推动两岸的关系 那么这一边呢 是这个大家都继续要找这个 比较可能的这个架构来 完成两岸的和平 可能和平的在一起 那不是会统一呢 都还可能 那么台湾根本还没有到这个 有个共识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马总统呢 他提出这个 这个情况是很好的 就是说 一个 因为大陆在试水温 我们也要试水温 那么大陆试出善意 我们也要试出善意 这样才可以把这个 两边的谈判 或者是两边的这个 交通沟通继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情况 是很好的 马总统提出也是很好的 也继续往这个好的方向走 美国不可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部分 我想刚才有一位台南 台中的第二位林先生讲的是 不太符合现在的潮流 好那吴汉吴教授 您看看那么多的听众观众 他们的这个观点忧心 那刚刚蔡德良董事长 也有谈到 就是说台湾现在 还有很多的问题 还没有到 真正是说 能够进入到这个 协商的地步 政治协商的地步 但是呢 试水温嘛 大家互相这个 友好一下 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 那您觉得这个 也就是说 假设 真的是两方要开始 谈判的话 政治协商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 他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要求在 一中架构之下 这是张志军 国大办主任 他前两天又讲出来 强调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之下 台湾能够有多少的范围 往前走呢 吴教授 我想这个 在目前两岸来讲 不是大家来谈 互相坚持的问题 就好像大陆的这个 听众朋友 讲到时候 是不是动武的问题 或者台湾的这个 听众朋友讲说 我们就是怎么样 这个我想大家 互相坚持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讲到 用台湾话来讲 就是现在两岸之间 要互相瞧嘛 就把事情给瞧拢 大家才有办法往前走 那么在瞧的过程里面 当然两岸之间要瞧 可是台湾内部 更要瞧 就台湾内部 如果自己都瞧不拢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台湾都瞧不拢 怎么去瞧两岸呢 所以这个我想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先怎么在台湾内部 形成这个共识 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计 好的 好 谢谢吴涵教授